如果說到媽祖婆顯靈 降妖除魔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 應該就是在民國97年的時候 在高雄竭定的 華德公家這起事件了 據說華德公家校園後的山坡地 早年都是日據時代的亂葬崗 而當年建校的時候 在操場裡挖出了無名海谷 傳出不只學生會無故的生病 還有學校的老師竟然還會起雞 到底在這個地方 發生了什麼事情 寧靜的校園這晚卻顯得不平靜 鑼鼓震天響 溜鼎媽祖神教進入校園 充斥著規矩氣氛 每個月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所以發達校長 有來跟我說 說整個校園都在亂上 每個月都沒有 每個月都在那裡 叫校園都在那裡 在那裡出在那裡 很恐怖 这些学生平常就参加一些镇头 一些艺术团体在表演 可是这些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间发生学生起击的现象 对 那学校就觉得很奇怪 说你们是去参加北架 参加到北架 已经被复生了什么样 后来又有很多老师 竟然在学校里面撞起 学校师生无故乞当 就连身体都出现了难以解释的状况 奇怪的是送医检查 却始终查不出病因 居民开始会声会影 认为是深埋在地底下的亡灵在作怪 在那时台湾都在日本 在通知 在通知后 在那时二战 很多人在检访在那 检访在那 葡萄或葡萄 那就是过去 那山都在开检 华德开检 做那个华德公团的 那些地方就是都有骨折 没有生气 没有生气的地方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没有干净的地方 小孩子就是有那个事情跑出来 华德公家堪称是且定乡的最高学妇 当年全校一千三百多名学生 就有七成来自台南等外縣市 名声响亮的学校不断传出灵异事件 就连原本笃信基督教的校长徐步魁都不再贴持 请一下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 所以后面的状况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了 请教马祖 他那个有哪 基督教 他也是来请教马祖的 他那个基督教他不相信 结果来马祖部 请教他就都相信了 传言校园住着鬼王 到底是什么原因吸引他们过来 这处位在校园司令台正前方 日剧时代留下的防空洞 学生谣传有人目击日本兵在操演 2008年5月 且定乡的赐福公马祖坡初旋绕境 慎逢九朝王教庆典 在回城的时候经校长的拜托 特别绕境学校祈福 意外展开一场神轨大战 当时的那个道士法师 就开始就觉得这个学校里面 阴气非常重 他们觉得说原来这里面存着 果然是有很多的鬼人在里面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摆镇 就要开始驱魔驱鬼 他们还联络附近的公庙 几所公庙 把所有的那个什么塞丁 龙堆 还有什么八家将镇头 全部都找来 为什么 他们要开始回府 听说这个鬼王 他是日本鬼跟荷兰鬼 就被赶到里面 学校里面的山珠龙树里面 那个时候大家就围起来 就开始跟他谈判 就是说你要不要离开这个地方 那时候鬼王就讲说 我在这边已经上百年了 对不对 这是我的地盘 长期来是我的地盘 为什么你现在叫我走 我就要走 对不对 是你们后来的 那时候妈祖就讲说 诶 人鬼不能够在一起 你在这个地方 已经造成这个地方的不安定 那怎么办呢 那个鬼王就不妥协 他说我还是要在这个地方 就开始准备了七个锅 油锅你知道吗 因为对于这种鬼魂的东西 用油锅炸的话 那是最最厉害的方法 你把它炸的时候 它会魂飞破散 这个冤魂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去投胎 华德公家在建造以前 其实是军事用地 一处废弃碉堡就助力在操场边 传闻在施工期间 挖出了不止一具海骨 从此校园不得安宁 那个道士这一键砍下去之后 他发现他眼睛虽然看不到 可是他砍下去之后 他发现他的宝剑是有砍到东西 而且一砍之后 他还把这个冤魂锁住之后 丢到油锅里面 据现场后来很多现场的民众 在那边围观的民众就讲说 他们那时候还听到 很多七七叉叉的声音 而且你知道空气中自然弥漫 一本很臭的心臭味 所以那个表示说 这个冤魂是在那个地方 果然是被油锅炸 鬼王遭到妈祖婆制服 群龙无授 其余的厉鬼全都吓得仓皇逃逸 当年还有目击者 在鬼王被油炸时 看到了鬼影 那天在观察那个 他认为这个是眼睛 而在当时据说校长 请附近的妈祖庙帮忙 结果妈祖婆直接摆证 跟校园的妖魔展开了 七小时的神鬼大战 而当时的道士说 妈祖慈悲 原本打算用劝雷的方式 但是谁晓得 盘踞校园数百年的这个鬼王 他是坚持不让步 逼得妈祖婆使出绝招 油炸鬼 让他们魂飞魂 引领着妈祖神教进入校园的就是他 裸着快五十年资历的道长黄启泽 虽然愿力丰富 不过这回情拿鬼王 让他觉得好吃力 像我们不想就站住了 站住就 就会有点 就会有钱 就会死了 你妈祖婆一来没关系 我离开 你叫我离开我就离开 你没关系 他不过等你回去 你回车回去 我还要来 就在华德工上的正对面 茄定国中也是当时的巨婴之地 我有个老公 那个家庭国庄 两家家庭都会 他那家庭后再来这边 在华德工家这边处理了七个多小时 只有他们那个囊教回 要回到庙里面去 就是经过茄定国小这个地方 那旁边有个废弃的房子 那个房子非常豪华 以前姓吴的一个老牌歌手 他们以前盖的地方 后来就是因为 在盖这个房子的过程之中 曾经发生说 有那个工具掉下来压死工人 还有工人在这边摔死 甚至还有人在后面上吊 所以后来这个房子竟然盖好 蛮豪华的房子 竟然没有人来住 楼房荒废多年 又加上坠楼 以及有人在屋内 轻生的种种传言 气氛显得格外阴森 房屋的持有人 是绰号小野猫的 知名老歌星吴秀珠 巨阴的地方 尤其是长期没有人气 或者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 都会聚在一些阴灵在里面 那后来那个 那个妈祖的感觉 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她就说 反正今天都已经忙完 在路上如果再发生一些事情的话 干脆就搜一搜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曾经有在这个房子 这个老屋子里面 曾经有在那边处理 那时候找了那个小三猫 小怪手 把那个门撞开 撞了很久才撞开 而且撞完之后 他们就拿一些鞭炮 拿到五楼 冲到五楼 因为就一直追赶 追赶到五楼之后 用一些鞭炮把这些驱赶 历经七小时的驱鬼斗法 说也奇怪 学校师生再也没有 披荡的情形 到庙里收惊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中国小孩 说看到那个 看着那模型 这个走来走去多少呢 有小朋友 小朋友来讲 莫师傅跟那边 找麻祖部 加工 拜托到那边 要把麻祖部的发布 要能够给他生修 把该温 该温 去生修 这样 这样 有病患 已經看到能力下降 它會造成我們的情緒大腦 又叫做邊緣系統 它會亂放電 這種幻覺就是說 在實際世界裡面 實際上沒有跟人跟你講話 也沒有人在你面前 但是你卻宣稱說 你聽得到有人跟你講話 有東西在你面前 腦袋內分泌失調應該要就診 精神醫療專業醫師 提供那種可以調整腦袋的藥 我們現在很乾淨的 我們就不開心 我們在這裡的紅紅也是 我們繼續 繼續清晰 後來的原因 我這個就都 我發生 說到我人是不知人到目情 傳言眾說紛紜 日據時代刑場至今也歷經了百年 媽祖婆顯靈監督了 當地民政的信仰 也還給了校園和師生 圓有的敵敬 好 安 香 我可以說 你必須在這裡 謝謝你 找找嗎 我們在這裡 我來天吻 幫你 你們在這裡 我來天吻